我们也帮大家找找 在市场上面 还有没有哪些其他CUV的选项呢 爱达 其实市场上面 CUV的选择还相当的多 但是像Nissan Kicks 一炮这种车型来说 却是独一无二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售价是104.9万 它的排气量是1.2 所以它在税金上面 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每年只要缴8600多块钱的税金 是牌照税加燃料费 那其他在这种CUV里面来讲 一般的车型大概都要11000多块钱 甚至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像Mazda CX30 它是属于2000cc的车型 所以它的牌照燃料税 一年要缴到17000多块钱 等于接近的是 E-Power的一倍还要多 所以这就是在市场上面的一个 这个差距点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 Kicks E-Power这种车型来说 它的排气量这么的小 它在电动马达的部分 可以提供28.5公斤米的扭力 来推动这样子CUV的小车 所以它 我们不会用它开起来轻快来表示 因为它比轻快还要来得更强烈 这个甚至有一点带有这种动感 以及运动性能的这个感受 这是那个 你上Kicks E-Power的在这个 所以我说这个市场上面CUV虽很多 但是像它这样的车型却非常的少 尤其是CUV大家希望的是 我有很好的动力表现 很棒油耗表现 然后呢这个很灵活轻巧的一个操控体验 有 因为你看到没有 光是回转半径的部分 它在5.1米左右 是这个同级距的这样类型的一个车型来说 最小的一个这个回转半径 也就是说它在市区行驶里面 相对而言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但是事实上它还是得加油 那它用电力输出 那它换算出来加进去的油 发出来的电 推动电动马达来行驶 每公升的汽油也可以跑22公里 这比起市面上同级距这样的CUV来说 都还要来得更加省油 那你说AI Kicks要卖到破百万 其实所以看看Volkswagen的T-Roc 它的入门起价要119.8万元 Mazda CX30的入门起价 93.8到111.8万元 但是它的税金2700油耗表现 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差一点点 而且税金又要缴得多 动力其实也并没有 这个Nissan的E-Power来得好 那Honda HR-V就属于中规中矩 这个纯粹的CUV的一个等级 它的起价是83.9万到89.9万 那回转半径稍微大一点点 油耗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动力就没有这个 所谓的VW T-Roc 它们这种1.4T 或是Mazda CX30的 2000cc自然机器的这种引擎 或者是Nissan E-Power 用电动马达来推动 这样子一个扭力这么样的多 那当然在这一类车型上面 很多被定位为入门的车型 所以它在主动安全配备上面 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 那以Nissan的E-Power Kicks来说 它也有这个独家的这个超视距的 这个前前车房追撞的一些系统 所以实际使用上面起来 很多的消费者觉得说 哇 我既不用担心去哪里充电 也不需要担心 我去旅游的地方呢 找不到充电桩或是充电桩 规格不是属于我的这个需求 那然后呢我又拥有非常好的动力表现 在行驶的时候呢 其实是算是非常畅快的血液的 而且我只需要加油就好 加油呢对于目前市面上来说 开车的这个驾驶人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焦虑的一件事情 到处都有加油站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 所以CUV这个车型采用的 E-POWER这样的一个动力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选择 而且确实在这种 所谓油电混合的一个使用状况之下 既没有担心也没有焦虑 而且又可以享受电动车 这种环保宁静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市场上面 它算是独一无二的商品 没错 因为如果我们用这个进口的身份来看 因为它本来就是进口嘛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HRV就是不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了 可能就是刚才看到的 这些进口车的这个CUV的部分 它的确有它的强项的部分 但是呢如果说 你真的也想要体验这种电动车的话 除了刚才参考到 像Nissan的Kicks E-POWER 或者是Nissan的Actra E-POWER之外呢 我们也来看看 今年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的新同学 要加入战局了 有哪一些呢罗哥 对如果以大概SUV和CUV这个集聚的话 今年的确有很多新的电动车 已经是我们板上钉钉 确定会进来的 我们大家看到这画面 有大概Skola的ANYAK 还有MG4 还有Nissan的AERIA 还有KIA EV5 还有福斯的ID4跟ID5 那这里面你可以一眼看得出来 比较特殊的是哪一台 MG4 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比较小 它的车子 它车长只有不到4米3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轴距呢 也有到2705mm 就是个纯电 这么小的车子 对所以因为它是纯电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轴距也拉 拉很长 那这部车的话呢 它在海外 因为它是外销专用的车子 海外呢 它也有这个170匹到203匹 两种输出 不过 它因为主要是以欧洲市场为主 所以它在比较入门的版本 它的续航里程 则有350公里左右 那我不知道真正到时候 这个MG它会推出哪一个版本 我希望是推里程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Long Range的版本 对Long Range一点的 大家会比较喜欢 还有这部车很多人都说 它是CUV 但是其实它是比较接近HPAC 因为它的车高只有1米5而已 像跟Focus差不多吧 对 它基本上就是跟Focus 不是 对 不是Active Active还略高一点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属于 比较传统的Hatchback 那其他的几部车 大概都是这个 标准的SUV了 像Skola E-Yak 我们之前有试驾过 不过它进来的会是 比较新的版本 电池可能会70度到80度 会比较大了 那严格想 它相对应的 其实就是福斯的ID5 ID4跟ID5其实是一样 只是ID5是鞋背 A-Yak也是走鞋背 所以在Skola只有一台 但是福斯就有两台 因为它的毕竟品牌比较大 对不对 那这两部车 不对 这三部车都是福斯集团的 他们会采用的 充电系统会变成CCS2 对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 没有办法装充电桩的话 你要在外面秤电也不方便 我都去跟特斯拉讲 因为在外面都是J1772 你知道吧 所以除非你家里有办法装充电桩 你闭挂你就可以Type 2的充电 那没关系 没有问题 你就是完全欧规的CCS2 那外面J1772的话 你说它是 它是CCS2 对它是CCS2 那刚刚AMG4是CCS1 或是Nissan的Aria 或是KIA的EV5 它都还是走CCS1 所以目前在台湾的充电规格 是还没有统一 但是其实严格讲 你说要能够转换也可以 也是可以用充电的转换器 但你用充电转换的东西 就怕被拔装 而且怕有一点小风险 对 可能有一点小风险 你说CCS2的慢充 可不可以转成J1772 可以 但是就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那大部分的会到外面 也都是直流 你也不可能在外面 跑个超充站 充慢充 没有这东西 那你去停车场寸电 也撑不了多少 那其他这几部车 大概都是4米6以上的 那EV5 KIA的EV5 就是EV9的扫一排座位 我想 那你看它的整个造型 也非常的像 对不对 所以这几台无论如何 它们都相当有个性 尤其你上的Area 它也是4米6的车子 它长相也是相当的帅气 而且它的里面 科技程度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 这台XL E-Power 它里面的豪华程度 科技感 非常非常棒 对 所以我觉得今年非常期待 这几台很棒的纯电车款 你上的Area 的确很多其实媒体 都已经看过它的实车了 对于它的质感 还有整个全新的设计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们也接下来的到来 不过我们近期有听到 你上即将要联手HONDA 要共同的来开发 这个电动车的领域是吗 没错 其实你看我们今年 你看去年中国市场 中国电动市场 这么的风风火火 而且比亚已经全世界第一了 所以其实你看 像日本 他们要在攻占欧洲 或攻占北美 或攻占中国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势必要联手 尤其在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电动 日本车厂 传统车厂里面 他们在电动车这方面 他们要后起之追 所以你看 里上它就结合了 它就跟HONDA结盟了 强强联手 那我们也知道 之前HONDA已经跟Sony合作了 那HONDA有它的 做车的这一块强项 Sony有它这种软体的强项 所以他们你看 都互相做结盟 那HONDA跟里上 他们在结盟这一块 他们会希望从 不管是在动力传动系统 或是在公用平台 或是在整个的 一个车的一个设计 然后甚至它可以 集体来采购电池 因为量大 所以可以把电池成本压低 或是在 甚至在车体上的开发 等等都可以来合作 那再来 而且尤其不仅只限于电动车 而且他们可能在 混合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会有合作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合作 刚才官员讲到 这是强强联手 所以他们 有了这样 这两个 这么强势的联手 他们在面对中国市场 或是面对北美市场 他们也都会 比较有一个筹码 那在北美市场里面 尼桑也有动作 尼桑跟 他最近也跟Fisker 我们知道Fisker最近有财务危机 对不对 那Fisker其实他也很早 投入电动车这一块 那他几个电动车也都很亮 所以尼桑就 因为Fisker缺资金 好 我资金投入进来 然后我也有你的电动车的一些 一些平台跟一些know how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算是 共创双赢的一个局面 那Fisker我觉得 Fisker整个电动车 非常的精彩 那尼桑在 尼桑很希望Fisker在北美 北美市场我们知道 他卖的最多的就是皮卡 那Fisker刚好这样的 一个电动皮卡